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講一段故事又是我Michelle 和大家見面聊聊聊天 其實米當然是一個大家日日接觸到的字眼 今天要講一講就是不吃廣東米 So funny 其實不吃廣東米這句話幾乎已經在香港絕跡 消失了 第一 因為現在真的沒有廣東米 第二 很多人都不知道香港曾經是有米出的 其實這句話又是為什麼呢 很多人都認為香港人一向都是吃泰國米、大陸米 但其實以前的人窮只可以吃米碎就醃了 泰國米、大陸米有錢的香港人就可以吃到廣東米 因為廣東一帶不是主要產米的地區 所以廣東米的價錢比起一般米都貴很多 所以廣東人就說一個人連這麼正的米都不吃 一定就是吃泥或者吃原部蠟燭香 這一句通常就形容說一個人已經過了生 就好像例如說六八九不吃廣東米這樣 嘩 不吃廣東米很久了 即是說他已經過了生 改變了飲食的習慣了 而可憐的香港已經不再出產元朗的絲苗了 現在連泰國米都好像沒得吃一樣 更加就不用說廣東米了 難道我們已經死了?